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些财子Talk 我是Debbie 我身边找基金经理Andy Hello Debbie 很久没见过你 为什么要找Andy来 因为主题很適合Andy来说 我很喜欢听Andy的科网相关股份 之前他曾经大协在5G方面的概念股 如果有跟他持有投资者 也真是盼盼盼盼盼 我想过去好几个月 很多投资者都见到 外围的科网股升到不铃铃铃铃 带来到我们香港的新兴经济股 其实都真的看到你目定口 我听过基金经理所说 其实现在叫客人买东西很容易 新经济 不敢叫他买旧经济之前 就一直说新经济 其实这个trend是否一直都 真的可以令到持续性 可以这么夸张 其实是的 因为我们自己看回 以前从2008年开始 已经开始看到科网股 开始跑赢了我们所说的一些 传统经济股 或者我们叫做增长类型的股份 因为很多科网股都是增长类型股份 就慢慢开始跑赢了整个价值型的投资 但是真真正正的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其实是2015年开始 2015年那时突然间 资金明显放多了很多增长类型的情况 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因为开始大家真的看到 原来Alphabet 即Google Facebook 这些是在改变大家的生活圈子 以随者 可以变演到 最重要的是一间公司 销完钱 你要变演到才行 商业化 是的 现在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令到很多钱不断买入增长股 会不会同时间呢 因为低息环境也持续得太久 大家也不觉得未来有加息的空间 在投资者的角度想 现阶段当然是买一些高Beta的股份 然后赚的价格 多于想 究竟我们是否应该买一些收息股 是否在一个思维上改变 思维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特别经历了这几个月 疫情之后 大家有一个很新的一种思维 就是说 以前是知道的 不会来的 大家会知道是科技的世界 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但是觉得是慢慢发生的 但是经历完这两三个月 大家发觉是很快可以做到 原来这么一声 已经是很多公司说 有些你听到说 我们已经退租了 是的 直接全部Wed from Home 甚至外国那些说 我们发觉原来员工在Wed from Home 是还有效的 已经习惯了 是的 大家的生活模式不同了 这个我觉得 今次是一个很明显的爆发的开端 所以回应你刚才那件事 是的 现在今时今日很多时候 当我们讲为一些改革性创新 即是一些新经济 大家会想科网 甚至可能大家讲医疗器械 都升得很厉害 是的 Andy 刚才说的增长型股份 其实我们看到他的chart的走势 是多么夸张 如果你说参考2015年开始 说的升幅是超过一倍的 但是同期那些价值型股份 即是旧经济 那些收息股 其实那些升幅只有三成多 我还询了 其实3月底去到6月为止 其实你的增长型股份 都继续跑赢 那些旧经济股 说的升幅就超过40% 不过Andy 我想很多人觉得 怕着来买 戴着头盔都要买 但是你都怕 究竟突然间一棍好心下来的时候 大家走不及 亦都令大家有余悔 想起会不会重复2000年 过往股爆破的危机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分野 就是说在投资市场 有两个不同的感觉 第一个就是说 大家现在觉得 以前还尝试去搏一下 旧经济股份 或者价值型股份 谁知每次都只是反弹完 玩完了 谁知接着就会看到 抽完钱去玩这一堆东西之后 科技股又要高追 大家有时会觉得 那不要烦了 放在增长股算了 但是好像你刚才说到 很多人会很害怕2000年 不奇怪 因为大家都在目 但是很简单的一个比较 其实当年 如果大家经常说 2000年的.com bubble 如果拿纳指去看 纳指一百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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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时候是一百七十几倍的 和现在比较起来 是完全两回事 现在只不过 我们所说贵了 都是接近三十倍 都未到 当然你说如果三十倍贵不贵呢 可以说贵 是 但是比起过去几年是贵 但是其实不是真的贵 特别 科技现在不同了 大家看到如何变演 以前.com bubble 那时候是因为 大家发觉 炒完上去 套不了演 公司都没有一个盈利能 但是现在大家发觉 原来烧完钱 拿完market shares 真的变了演 所以感觉是不同了 其实我们不只看纳指打一百指数 的标准 上星期五个纳指 亦都先过其他指数 已经破了新高 其实说的是 低位反弹幅度夸张 三月拿了低位 之后 弹了超过40% 今年都升到差不多9% 跑赢了 通常来说 纳指是一个大市气氛的先头部队 如果它走得快 其他指数有机会是跟着破顶 但Andy有一件事 令到投资者很忧虑 因为我单看纳指的组成部分 我想10个9个基金经理都会知道 你升来升去几个股份 我们最喜欢说英文 FAAMG 拿了头几个数字 包括Facebook Amazon Microsoft Apple 还有一个alphabet 但是我们拿它来当G 因为是Google的母国师 那怎么办 来来去升那些 其实可以这样看 我自己觉得有两回事 当然无可厚 反而他们几个加上 都已经接了过一半的比重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首先去想 事实上 他们现在是牵涉了 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东西 你说Apple 也很特别 alphabet 就是Google 你今次看YouTube 你用Android手机 其实全部都关他事 所以 这一件事 我觉得Market Cap 比它越来越大 我觉得合理 但是当然 如果我们就这样看 我们会看到 是的 现在的比重佔多了 如果只是看今年的YTD 升幅 真的贡献了整个纳指 超过一半 即五成六 多过当年 如果我们说 两年前开始 左右的比重是越来越多 这几个拉升的指数更加严重 但是刚才说 在业务上 或生活上 已经感受到 可以理解 第二件事 其实如果 我们经常说 看到这些增长型的股份 科技股 通常我们会去看 即是说价格和金融流 即是说现金流 应该带到多少 如果我们逐一只去称 其实现在是便宜的 是的 看着整个情况 好像… 如何便宜呢 有没有数字上 可以比较和当年 但你有没有比较 2000年不流行 2000年不流行 但我算拿近一点 我们会觉得现在应该比之前贵 但近一点 你拿回五年左右 其实你会看到 原来现在比较便宜 除了Microsoft Microsoft Microsoft是贵的 但其他是便宜的 刚才看到图中所见 给大家看 这五个股份 其实占了纳指的比重 也有44% 同期年初至今 他们占纳指的升幅7.8% 同期纳指的升幅大概13% 很多人说 2000年时不流行这些股份 当时头五大 如果我找回 佔S&P500指数最重比重的 就是有微软 另外就是通用电器 C4 Intel Wallmart 占最多 但当时占比 差不多18%的市值 但现在这五大市值的公司 已经佔S&P500指数的市值 超过20% 但Andy都会觉得合理 因为只要我们继续看到 他们的业绩交到功课 大家不用怕 是 因为他们自己自身的业绩 我现在暂时看上去 是对版的 二来 如果我们看回生活上 纵使现在占比比 2000年时多了 但如果我们想想 这些在整个环球 大家在用的东西 是比刚才你说的 2000年那几家公司 那时候来到中国 有没有人来到Wallmart 没有人来到 但现在你在内地 大家都会用Android 我觉得这个想法已经很不同 所以现在我会觉得 为什么我们以前都说 大公司的吸引力 会比小公司多 是因为大公司 可以成为小公司 这些亦都重新洗牌 我想在疫情过后 亦都可能更加加速了 这个洗牌过程 所以大家都看大不看小 但Andy 我们就提到这几个股份 我想投资界人人 每天都看着这些股份 究竟能不能够再破顶 例如苹果上周五破了新高 Amazon5月也破了新高 这些是Stay at Home的概念 同时令到很多人在寻找 有没有另类 我们还未发挥得到的潜力股 其实在美国方面 我们可以月亮加注 不用来来去去买这些股 是的 我们刚才提到很多方网股 甚至你早一点时间都曾经跟我合作 其实我们早期已经说 看好云计算 现在才开始多人说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因为我们觉得云计算 或者这件事是将来的一些公用股 甚至在现在美国那边 已经开始说 会不会有些做云计算的公司 可能他们会分拆某些业务出来 大家组成一些云计算的利益 其实利益不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公用的那件事 所以其实在我们自己 现在的想法就是 云计算已经开始 大家有个市场共识 在我们的心目中 就是变成一个心臟 有这件事一定要有的 因为你其他行业 你只会不断地越来越依赖它 因为例如 会令到很多传统的企业 会不会工作效率好 这些都是靠它 但另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先走一两步 例如我们其中有一些 更加下半年 可能会开始看好一些 就是周边的东西 例如呢 其实说你有云计算 你的5G会发展得好 这些就不再多看了 但是例如一些 说Cyber Security 就是网络安全 因为你越来越多人去用的时候 无论你说IoT也好 其实大家会越来越害怕 究竟我的私印度够不够 另外 例如说 现在这段时间 可能香港比较多人想的 一些关于电竞的东西 因为网络又过来 对 另外就是说一些医疗器械 升很多 但其实真正正正的 我们再细分去看 哪些医疗器械升得多 例如我们自己有持有DXCM DXCOP 其实他们是说 怎样开始将一些仪器 是很方便 你自己可以在 例如他那个人是做糖尿病 糖尿病很重要 去看自己究竟 验着血糖指数 是的 多高 其实他很简单 可以拍摄一个很轻的东西 在你肚子的位置 那个仪器 应该可以直接给你 Apple Watch 或者电话 可以随时观察 我不用常常用手指 是的 观察 这些东西除了方便之外 其实也是大数据的其中一种 所以真正这段时间 医疗器械升得多 就是说美国那边 其实是有IoT概念的 不只是我们这边那些 不只是 很多都是那些 没有盈利那些 或者小米 小米也是IoT概念 也可以这样说 但Andy 我比我有兴趣 除了医疗相关 不知道 另外 其实是网络安全 就是网络安全 因为刚才你也提到 一件事 其实跟云有些息息相关 远程办公 我们现在经常搞 关注 有很多资料 也保障了一个运动 大家对网络安全的意识 也提高 我想最多谢特朗普 因为周围搞事 令大家害怕 亦炒高了内地的一些 网络安全股份 其实美国那边 有没有实质业务 亦都比较有盈利支持得到的 买得安乐 有的 其实 例如 我们自己很喜欢 有一个做法 就是我们自己叫做 Triple Alpha 就是说 如果我们已经看好美国的市 但有些主题 我们更加喜欢 例如 现在说的网络安全 例如我们自己有持有 CIPR 这支ETF 有时候我们都说 投资者可能未必 那么熟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一蓝指的主题 当然 这个主题 如果你有低位 就是今年三月低位 买上来 其实已经是跑赢了蓝指 如果有些 就像我们自己这样 不要说朋友 我们自己买完一支ETF 我们还会去里面 再选择一些股份 就是 希望那些股份 可以再另外 可以跑到更加实际的回補 那比较比较比较 是的 我们自己真的有持有的 就是CRWD CROUND STRIKE 是的 其实它和环计算 和大数据是很密切 除了我们一定想到 我们上网 就一定要做很多 安全币 帮你掃毒 那些 大家明白的 大家不需要有特别多解 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就是它 在做一个共享平台 即是说 如果你代表你 好呢 寫这些 那你有个想法 你过来吧 你过来 我这个平台 一起去分享 看看如何可以去做好 再优化 整件事 有点像什么呢 像当年的Amazon 为何这个cloud 为何做得那么快呢 其实它就是 给大家一起用 你的数据上来 我帮你转 转得快些 然后看看效果好不好 我第一次听它的名字 也是因为它和Amazon合作了 然后你再提一提 我看看原来 刚刚公布第一季业绩 很厉害 第一季收入升 8成多的用户注册倍升 是的 所以你看到 后来一出完业绩 没多久 股价真的突然 突然一声 开始飞升 创新高 当然它上市时间 不算太久 但我们 其实无论CIBL 那支ETF 其中一支最大的拳重 都是它 但是这支clouds rate 我们会看到 我们最喜欢 就是它有 共享这一个平台 因为我们会觉得 其实 人才到处都有 你怎样可以 令到这些想法 放在自己身上 一来你的设计会 优化 二来其实数据 是今时今日 整个科技 大家最值钱的东西 当然了 有大数据 公司真的不用担心 看看它的变演能力 高不高 我们说了这么多美股相关 我想大家最关心 就是我们这边 因为最近炒了一个中概股热潮 挺大的巨头利上市 令到我们这边的相关股份 其实亦都热炒 Andy 我留意到 在外围中概股 其实都已经炒了一阵 非常夸张的日子 跑赢纳指红 完全不意外 很多指数都已经跑赢了 现在炒的概念就是 你美国上市的230多只中概股 有潜在资格的应该有30多只 市值应该有过万亿 就是想这样的炒 其实是稳不稳固 其实我自己觉得 你都真的无可口飞 如果你逐个逐个看 我们经常都说 一定要看它自己 有没有质地 可以让你长坐 你说如果只是炒概念 你一定这一刻 只会抱着最大的炒 JD已经说了 你有机会拼多 拼多都会升 甚至我会觉得 很未来的人都会想 有点害怕 但我反而想不到 百度又没什么怎么说 百度其实这段都没什么炒上来 今天招股 待会再说 但你觉得那些相关的股份 有些人研究是 真的要精心挑选 因为中概股另外一边 是一堆炒起的 譬如你给了一个测试 我参考 中正海外中国互联网相关指数 过去一年累积升幅36% MSC在香港还跌十多个 所以它是跑赢的 不过很多人就说 中概股有很多质地差 最大风险就是 美国集体诉讼风险 然后很多沽空机构 喜欢搞它们 有很多家其实还是亏损状态 他们盈利质地方面 如果能够拉回一个 有没有能够 这么多一堆 拉回一条线出来 基金界怎么看它们的盈利质量 其实坦白说 大部分大家都是看大那些 你说如果要看似小的 就唯有尽量去拿到 这些数据 是说它们真的销售 用Credit Card Payment 因为那边 大家都知道 内地很多都已经是 用WeChat Pay 可以查到这些数据有多实 当然最普通的就是说 我买大了 买大就相对安全一点 但坦白说 都要有些公司 其实你说 是不是有中概股 还是好呢 其实不是 甚至我们现在 经常听到最大的 那几个名字 其实都已经经历完 有100年下来的洗礼 所以刚刚的图片 为什么是展示一年呢 是因为一年之前 开始起步 但其实刚刚的图片 想带到一个讯息给大家 就是说 其实看到过去这段时间 你用外资的身份去看这件事 其实一年前 应该是开始的 这些钱是部署 放入中资股 无论你是 你见到 无论H股也是 或者A股也是 甚至中概股 全部都跑赢了本地股份 这个是 作为香港人 有时候会觉得 那看远一点 但又反过来 事实上 可能因为我们 有个结构性问题 其实 我们会看到整个盈利增长方面 大家可能看到这幅图 我们都会看到 同期 其实香港的股份 跌22%的增长能力 这是一年的数据 是的 一年的数据 但是反过来 中概股的增长能力 当然有少少 大那些 是的 你一定会有大那些 是的 有些小不差的 但是 未必是用盈利去看 就是要看一些 cash flow 但是 你仅算用盈利去看 同期你是升 此消比奖底下 给你的 我心里可以自己 是的 我也追 我也会逃得增长 基因经理容易卖 要拿着你这幅图 很简单 直白 但是我经常要说 大那些 大那些 都会把你招出 上周大家听到 网易来香港招股 公开发售超过300倍 冻结资金超过198亿 现在大家就看京东 因为今天开始招股 去到星期四就截 今天就6月18日上市 Andy 这只质地又觉得如何 其实如果以最近说的这三只 我自己觉得JD是最好的 京东是最好的 实力的层面 我自己觉得 这样表明 因为我们自己在那边已经有持有 我们经常觉得 是不太值得去炒IPO 即是那边都买到 对 如果你是在招股中间的差价 如果你已经有个美股户口 不如在那边已经在买 随时有什么不对劳 都先走了 但是不要紧 如果你是长持有 我觉得 就是头两只 网易和JD是可以练久一点 其中一件事 其实我们看到京东是由100年之后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转换 其中一个因素 我们最主要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 网上零售是怎样玩的 他又玩一些比较新鲜的蔬果 在今次的疫情 是带了很多新的中实股客给他 而另一个方面 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们会看到 我们经常说的毛利率 它无论是在营运的毛利率 还是真的收入的毛利率 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 我们会看到整个盈利转换之外 连毛利都升 而且顾客又多了 其实几件事都很棒 我想问这个是公司 或者你自己个人给它的评分 就是那个橙色是怎么看的 是的 其实我们自己公司的评分 就是我们将几件事 通常我们看股份 有几件事看 就是看技术分析好不好 究竟它的价格便宜还是贵 或者它的增长强不强 甚至有没有派息 簡單来说 大家在镜头上看到 如果橙色的物件 越肥掉的物件 就会得到越好的 就即是经决的质量是最高的 是的 又有增长又有质量 又有技术走势 是的 多数只走势都好 网易整个板块 我觉得它会受惠 我不说它自己个别的质地 但整个板块 电竞 其實整個環球是由今年大家去炒建底 真的令大家的增長是大家的價值 是說21、22年有一個明顯的增長在 所以這兩隻我會繼續看好一點 但你反過來 拼多多 剛好橙色又小 少人認識的 就是因為海外業務很少 我又沒有光顧過 但大家覺得增長很棒 但以前一開始爆炸性強是因為三四線 但最大問題是現在大型的都說走來玩三四線 那夠不夠實力去跟別人捱呢 為何用捱字呢 他現在還在自己燒錢為算 所以我自己這隻就未必覺得很適合做長渣 你排第一就是京東 第二就是網易 第三拼多多你會不會選擇呢 當然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如果我要炒 首先我是當作炒作 炒作的話 我如果是炒它回來 我就寧願炒到旁邊的那些 其實你說好未來都炒了很多 我寧願 這可能會駁百度好過 但你說如果在網上零售的話 我寧願去追JD JD來說 我想其實他給了一些數目 大家都反映到是有實力的 他那個GMV2019年 其實都已經超過兩萬億的人民幣 不過很多人想 JD的話 其實你網救 為何不買阿里巴巴呢 阿里巴巴今年的股價 跑輸了其他的新經濟股 又是人家排第一 他才排第二 是吧 另外就會想 我這麼辛苦找他 我買了騰訊 亦都是他大股東 其實如果他漂亮 騰訊都會漂亮 是吧 那是不是一定要抽這些 其實現階段可以買 我自己就不太抽了 是吧 事實上如果你說以幾隻 比較中國大名的 騰訊其實比較 我覺得會吃進兩個引擎 一個就是 剛才提到 整個電競行業 是有轉圈的跡象 第二就是有雲計算 阿里巴巴有的東西 那雲更大 是的 但這個就是問題 雖然雲大 但大家好像未放很多分 反而大家是有點減 阿里巴巴的分 令到他跑輸 我不是真的看差 我也喜歡他的 問題是他的e-commerce 就是大家看到他不斷放緩 這個東西是拖著他 因為始終對他的收入佔比 還是大 好了 最近說得最熱 就是618網救 都是被京東吃了頭膽 是吧 看看阿里巴巴會不會有機會追回落口 今天真的謝謝你 我解答了很多科技股相關的問題 希望各位網民都有所得著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在YouTube 就like我們的節目 另外也裝上HKET的手機APP 有任何財經 最新的資訊都會在手機上送給大家 今天謝謝Andy 下星期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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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